繼續感覺北京的系列 很多人都說北京是一個大熔路 奧運的城市吸引了五湖四海的人來到創業 一些還未拆的舊胡同重新包裝成為潮流熱點 由吳義亭帶大家走走 這裏是南羅古巷 七百多年歷史的胡同 曾經是朝廷官員和民人居所 傳統的北京生活氣息 滲入潮流食市和創意小店 這間店舖就專門賣自己設計的T恤 就是那個不拆兩個字 那個拆的字你在北京看得到很多 所以我們的意思是別拆 就是要保護老的東西 謝謝 陳千竹是潮流雜誌編輯 他很喜歡這條行的氣氛 這個胡同比較有北京特色 沒有走俗套的路線 它是有自己店的個性在裡面 但是南羅古巷就是你走到不同的店裡 肯定是不同的感覺 我們找了美國背樓 住在這裏的Edmond洪福榮 帶我們四處認識朋友 這個老闆 香港人來的 Edmond你好 你好 香港觀眾你們好 今天是賣衣服的 現在是賣衣服的 以前我經常在這裏剪頭髮的 是 丁哥 你好 你好 他說你是他以前的髮型師 對對對 意思是我給他修剪頭髮 那如果想要再剪頭髮的話 怎麼辦 都可以約 這間店你常來買包子嗎 對 吃包子 挺不錯的 每間店都有自己的風格 好像聽到是90% 這個普通的地方沒有了 拆掉了 如果要有一點商業 可以減到這個普通的地方 有北京的味道 就是走在街上 買單車 很像中國的 很北京的感覺 無線電視記者 吳怡婷在北京報導